做鍍膜之後的一個講解說明 對 可能會比較容易了解我們後續會怎麼做說明 如果我在家裡洗車就只有水管 如果去洗車場的話就有考量 再來開始用丟完進去做協力的動作 我們會很希望跟消費者做一個溝通 就是在洗車的時候如果讓它的降溫 可以降到基本上接近常溫 長期下來會有很好的保護效果 它第二個泡沫上泡沫的時候 我們不做任何刷洗動作 在乾燥車身的狀態之下 泡沫上去先做軟化你的汙垢 但是它在滑漏的過程的時候 會帶走一些細沙灰塵 基本上可以帶走清酒 這些小動作其實我們有發現很多的車輛 做完鍍膜一年兩年之後 它車子還是一樣清車 這個價錢對 它才會得到一個相對等的增值 這個的話我們都會提供一個所謂的藥水洗車服務 我們會針對你車子上面 柏油顆粒、煞車、鐵粉、工業落成 我們燉磨做完之後 其實是不需要再做打拉動作的 或者是我們去高速公路、快速道路 遇到他們在做道路試工 很不幸的整台車被噴到柏油力氣 因為緊張立刻跟我們聯繫 這台車老賓式 W210的以前比較經典的飾演 我原本是買新車 三菱的Fortys在玩 然後因為比較耗油 然後因為朋友想要換了 我就把它買下來 當初買的時候 朋友跟我講要不要買 我是連看車都沒看我就買 買回來我都還沒開 就直接進那個改裝廠 到出廠大概一年多 才會有改裝的照片 就不像現在那麼誇張 就比較樸素一點 後來因為不想又跟人家一樣 所以我又改了寬體 比較有自己的味道 因為現在沒有看過 我們這種老車有改過寬體的 改了一些人家沒有辦法改的東西 但是相對的花的錢就比較多 因為老車嘛 沒有專屬套件 改到現在也萬好幾年了 它那是專屬的AMG的車廠 蘋果樹的廠標 那個不好找 應該有十幾年有 在老車界裡面 算小小的有一點名氣 因為常常被抓 毛病很少 大部分都花一般保養 花最多錢就是改裝而已 而且又省油 每個部分都算滿意 尤其是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找很多東西來對色 對很久 光這個色的色旗就不便宜了 我經常會從這邊經過 因為它也比較有名 所以我今天就來了 那薄油的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它是隨著路面的起伏 有的時候輪胎捲起來的部分 這邊會有很多的泡膚的薄油 像這個就是薄油溶解的痕跡 所以那時候我們通常都是要用手 去把它給溶解掉 所以藥水的下量一定要足夠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的時候 比較不傷車氣 對 而且我們可以很輕易的把它溶解 然後整台車子在清潔的部分 就會達到最側離的地步 這個粉塵嘛 藥水上去其實基本上都需要一定的時間 不是說一噴上去馬上會有作用 當它轉換成紫色的時候 就代表開始在發揮它的作用 所以我們在洗車 藥水是絕對不能省 它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這樣噴一噴 事實上它這樣溶解出來的效果就會很差 但相對的如果說 我們現在在噴的過程裡面是大量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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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這個步驟是在做最後的清潔 因為美容齒土本身它有一定的附著跟清潔能力 所以可以很有效的幫我們把剩下產於最後10%的鐵本 活油 落成來一次做清潔 但是美容黏土的使用上面來講 需要大量的水去做中間的潤滑 所以我們才會利用拉水管的方式 來做一個輕微的清潔 黏土上面也會看得到它的周邊旁邊都是一圈黑 這就是有把髒汙黏起來的狀態 清潔的部分來講會利用一些毛刷 牙刷來幫助我們把細縫的周邊清潔乾淨 一般車子進來到施工間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環節就是先檢視車子本身氣面的狀況 你目前所看到的話它車子上面有很多所謂圓形的機痕 那這種機痕就是我們一般用到羊毛輪機 在做一個美容施工的時候所造成的二次刮傷 複合之冒機它最大的功效就是 它的切削能力是最輕微的 它會比現有我們剛剛講說羊毛輪機 或者是所謂GA機它的切削力是最小 那今天它切削力最小 但是利用一些拋光劑的研磨係數 技巧跟角度跟施壓力道 得到一個最好修紋效果 目前我們現在做的動作就是 將剛剛操作時 研磨劑的辣粉 將它催促乾淨 後續再接著做脫脂的動作 目前的話是先替鍍膜上鍍膜 現在針對的部分是 車漆面的清潔跟拖子 現在針對鍍膜車輛門邊的吸縫做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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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針對鍍膜 那現在針對鍍膜先上鍍膜 像我們家的產品 鋁圈是獨立的一支藥劑 它與漆面的鍍膜是不同的 因為我們鋁圈在行駛中 它的溫度會比較高 所以說鋁圈它是獨立的一支鍍膜藥劑 因為像濕的布 它上去漆面之後 它乾掉會有些類似水痕 因為鍍膜它會把水痕保住 乾濕的用意就變成說 先把那個水痕擦掉乾布再擦過 110,000 provided 2,500,000 2,500,000 鍍膜施工的過程裡面的時候 量是一個基準的 那有一些做法上面 我們在使用的量 通常都是會給予比較多 那走向的方向來講的話 都是會以緊緻走法為主 希望達到最平均的程度 直上來講的話 都是要把它稍微推到平整 所以都會需要兩塊布到三塊布 在擦拭的過程裡面其實是不帶任何壓力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是把布稍微扶好 然後去做一個拉平的動作 然後再做一個壓力 就算是把布稍微推到平均的地方 然後再做一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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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衝突 以後再做一個壓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